讲到这个一中 当然现在美国国会最新通过了 这个所谓涉及2758号的决议的相关事情 那当然是完全的自嗨 因为美国宪法自己就规定了 国际法是大于美国的国内法 而且我实在不知道 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要去游说参众议员 到底又花了多少钱 因为过去我们一向是有跟美国 好几家公关公司合作 付大钱 然后请美国去推动相关的法案 或者是去请美国的议员 稍微写写信 写写推特 或者是拍拍影片 不外乎就是成长蔡英文跟民进党 好棒棒等等之类的 但是现在大局来看 当美国国会通过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当然大陆一定会不满 那不满的时候 那白宫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这个都是国会做的决定 这不是我能做的决定 但没关系为什么 因为需要白宫出手的时候 马上就要到了 那就是赖清德在八月中 预计可能要借由过境之名 然后行串访美国之时 那即便国会现在营造出 好像很挺民进党 很挺赖清德的形象跟声音 然而实际上真正在安排赖清德 形成的是谁呢 是行政部门 所以行政部门为了要去讨好大陆 或者的为了要跟大陆交差 势必会打压赖清德这一趟的行动 所以这一次民进党虽然说 国会好像做了一些好事情 但长远来看对民进党自己是不利的 好 不过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在讲 是的确2758号决议 这件事情呢 其实美国众议院所谓的 这个大陆的环球网说 通过涉台恶法挑衅 联大2758号决议 那看到这边当然呢 大陆有大陆的主张 他们也有他们的论点 可是贵民委员我们倒是看到 绿营尤其是独派人士 可是嗨翻了 因为他们就不断的强调说 这是很重要的一次突破 相当重大的一个胜利 而且您看像这个游锡坤 就感谢再感谢 并且还说到了 这个对台海台湾国际地位 印太的和平稳定 极具异议 真的是这样吗 那更不用说是灵着水 那么他也是独派人士 那他特别还谈到说 联合国通过2758决议的时候 周恩来就后悔了 现在你看这其实根本都是 提供台独法理的空间 而中国就这么的不满 所以呢 这些蓝营的支持者 也感到什么 也感到应该是什么 要感到失望咯 现在独派的人士 他们好像觉得 这是他们的一次胜利 我觉得蓝营之所以感到忧虑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事情又会被拿起来去炒作 然后去误导民众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忧虑 那再提到这个游锡坤有这样的评论的时候 我是觉得蛮讶异的 因为这个事情 以他的年龄层来讲 他其实应该很清楚 整个联合国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形 那你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 比如说像赵天龄 他可能出生 他可能这个决议文通过的时候 他其实可能还没出生 我查了一下他的那个出生年月日 那他可能在学校的这个上课的时候 也没把这个历史的这个经过 好好的读过 所以他会有一个跟忽略整个历史经过的一个解读 那这个我们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在民党执政的时候 正式是没人去做的 就像刚刚提到我们的这个外交部的 对一样 你应该去做你的正式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在国际间来讲 比如说中国大陆呢 他会去跟这个中东的部分呢 他去跟这个沙地阿拉伯 然后跟他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不同的这个敌对的 那个他去世俗的这个协调 然后让他就是真正的对于整个全球的部分呢 他有一些的主导性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部会首长呢 都没有真正专注在他自己应该负责的事务上面 他都是一天到晚就是 一抓到一点蛛丝马迹的时候 他就拿来 然后不仅仅放大 而且我觉得最严重的是误导 所以他让老百姓觉得说 哦这个时候呢 你看他做了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现在这个台海之间安全啦 或者是什么东西 东南亚这个没有问题啦 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说 好如果是不是只有打嘴炮 你是真正的很务实的去讲 对于整个台海之间的完全 你应该讲的是什么 美国会不会出兵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究竟是应该要备战 还是应该要避战 这个应该是很具体 很务实的东西出来 你才可以讲说 这个东西是对我们好的 否则的话你只有引用一个 其实它是 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说像前一阵 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整个例子的经过 我再花一点小小时间讲 就是说你看最近 从布林肯 然后从叶伦 然后再从这个John Kerry 讲那个气候变迁 然后到季星级 你会看到行政部门 跟行政部门之间 它是在 它是在有这个沟通的 即便我们讲说中美的争霸 可是它争霸的这个两墙之间 它是要沟通的 然后现在你在看到 即便民间的季星级也进来了 所以你看到两边有进展 在国际间的谈判上面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有所 你要有强势 然后也要有和缓的 我们看到从官方行政单位的部分来讲 其实在连续的 从六月份到七月份 其实美国 美方来讲很坦白 那是有一点点比较吃憋的 这个情形 但从这个季星级的这个出现 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是增加了 这个美方的 它的一个在对视也好 或者谈判上面筹码 所以基本上来讲 美国它是希望 它按照它的牌 出牌 它可以去取得 它在这个两墙之间的争霸 可是问题是 它真的很不希望你民营党进来缴获 像上次赖金德不是讲说 什么台湾总统进白宫 如果说它真的是 美方的态度 真的是像今天游锡坤 讲的这样情形 它为什么需要你厘清呢 不需要啊 你讲台湾总统进白宫 会有什么样子 还需要你要去更正厘清呢 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 行政官员真的拜托 或者是我们的立法院的院长 真的把你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让台湾能够安平平静 这个才最重要 而且重点其实是 这并不代表拜登政府的立场 它其实就是国会的众议院 里面的多数决的一个通过的动作 然后再来就是参议院 参议院之后 那拜登要签 最重要的是 这是你美国国内 国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动作 但问题是 要不要交付到联合国去提案呢 要吗 因为这联合国2758决议 就直接在联合国上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 所谓的支持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就是你们自己在里面喊烧 我们常常讲化修 化修 不就是这样吗 但大陆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比方说 其实国台办之前 就已经表态过了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一系列国际法文件 都是明确的确认 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而且美国是当事国 那么这个2758决议 不论是从政治 法律 程序都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的 全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的问题 所以美国的一些政客 反复做文章 这要不是无知 就是别有用心 那更何况 也看到这个环球网 他们也访问了 大陆的学者 也特别针对这个2758号 决议去做了一些解释 跟分析 因此就认为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 别具用心 老师 是 这次2758号在1971年 当时是76票对35票 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政治的决定就政治解决 它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说不清楚 现在一个2758号 大陆 美国 台湾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它留下很多灰色的地带 它其实就是大国博弈的结果 那如果你要说 要把它回复到 现在说 美国都讲的样子 我同意 第一个 如果拜登愿意签署 参与也通过 拜登签署 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就是 那你就正式提案 我觉得应该不会 第三就是 美国跟台湾建交 第四 帮助台湾入联 一二三四 过这三关 天山三箭 我觉得你们一见都不会设 因为 当美国说要让台湾在国际空间 有meaning for participation 有意义的参与的时候 它指的是观察员 它每一次都讲 与国家主权无设 不能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 让台湾用观察员 它根本不肯承认你 就像男女交往一样 应该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你根本不是 你只在乎天长地久 不是 你只是在乎曾经拥有而已 所以如果他是76票 对35票 你就回到联合国 正式提案 而且这个提案当年是三分之二 要经过三分之二的比例 通过有才有办法 去做一个更正 否则任何人说的 都只是各自解释 最后决定于就是 国际力量的大与小 他就是实力原则 对 另外就是美国 他只是联合国当中一个会员国而已 这个感觉像什么 像贵民委员他们立法院的决议 地方 有一个乡下地方的民意代表会议 我们自己做个决议 推翻到我们的决议 完全行不通的 他竟然是联合国大会同国的 你就回去那里 要三分之二会员国支持你 这要办法改变 当然这大时代当中 本来就许多的悲剧了 坦白讲 要回去那个时候 当时美国要台湾改名字 改成台湾共和国 或者是我们跟中国到了 名字很像 那这样就可以双重承认 当时蒋介石是不要的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那你说现在要做还是对 历史没办法回去过去了 那我也觉得改名改姓 不如改个性 对那这样看起来 其实一个是一九一一年 我们昨天说过 一九一一年就存在了正体 跟一个一九四九年 如果说前面讲的秦刚拿那个小红书 他claim 他整个的一个领土完整性 那我们的宪法现在规定了固有疆域 给我看一下 民进党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你觉得现在对于这个解释 有问题的话先修宪 把性法当中的固有疆域这些 把大陆几个行省的内容 全部都改过来 那个先改 那国号也先改 改完又再谈这个才有意义 你自己内部现在都还说 两边的国土 其实你看看两边 是完全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重叠的 你要说都没有关系 这个坦白说是很难解释的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就政治解决就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